天师 合乎天然之道的老师 天师原是道家十足 轩辕皇帝对老师齐薄的尊称 后世有道者有称天师的 如东汉葛玄天师 东晋许训天师 北魏寇千职 南朝陆敬修 唐渡光亭 宋萨守坚等高道大德 在古代小说中 天师通常有起死回生 治病救人的本事 深受百姓爱戴 而道教创始者 祖天师张道陵的子孙 一成习天师大真人这一称号 天师之名 始见于庄子虚无鬼闻约 皇帝在拜 积首称天师而退 始至尊敬之词 然天师之名 即源于此 张道陵自腐汉 原名陵 道教创始人 汉朝东汉时期封义人 金江苏徐州封县人 太上老君降临蜀汉 受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 张道陵整合当时的 皇老派 方先道 文史派等先秦修道团体 创立道教 称正一蒙威之道 后世尊称为老祖天师 正一真人 三天佛教大法师 高明上帝 张天师 著作 老子祥尔柱 弟子有三千多人 设立二十四支 奠基天师道 张道陵 葛玄 许迅 撒手兼合称四大天师 张道陵先退隐北芒山修道 后得皇帝九鼎丹京 修令于凡阳山 丹成福之 得分行散影之庙 通神变化 坐在丽王 每饭池中 诵经堂上 隐挤对客 仗离行隐 一时并负 人皆莫测其灵异隐 后于万山十世中 得隐书密文 及致命山岳众神之术 行之有焰 闻蜀民朴素醇后 异于教化 且多名山 乃将弟子入蜀 于鹤明山隐居修道 继遇老君 遂于隐居之所备要物 依法修炼 三年丹成 未敢服尔 为弟子曰 神丹已成 然未有大功于事 须为国家除害兴力 以计民折 然后福丹继清局 尘世三境 遮无溃焉 老君寻浅清和玉女 教以吐纳清和之法 修行千日 能内建五脏 外籍外神 六天妖魔 尽快降伏 先使蜀中魔鬼数万 白昼为世 善行毅力 生民九蒙其害 自六天大魔被降之后 张道陵斥其鬼众 散出西北不谋之地 与之为事曰 人主于晝 鬼行于夜 阴阳分别 各有私存 鬼者正依有法 必加诸戳 于是幽名异欲 人鬼殊途 大利蜀民 功成蒙太上策封 正依天师 张道陵除疏服治病 须邪攘灾以外 在巴蜀地区 建立起二十四个宗教活动中心 即二十四支 道民定期复制学道 祭岛 其孙子张鲁在东汉末 三国时期 拥有一支军队 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 并利用政权的力量 推行正一道的一些社会和宗派主张 比如 对犯有罪过的人 不是用严刑惩罚 而是原谅三次后 再加以刑罚 那刑罚也比较轻 一般是让他去修路 同时在路上设一设 里面放米肉 路人可以量负而食 这些措施对于天下大乱形势的民众 营造了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 因此 得到了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 后来 张鲁投降了曹操 割据政权也就不得再存在 曹操将天师道的力量 迁移到北方 但是 让正义蒙威道 却得到了保留 并向内敌传播 历史上 南北朝经常以前对中央朝廷有反派性质因素 以及汉末张鲁聚众自立 故有史家因尔称其教为五斗米道 因张鲁为五斗米教第一代天师 故教徒尊称祖天师 人们又称其教为天师道 张道鲁尊老子为教祖 奉老子五千文为最高经典 并自编老子祥尔柱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 以道为最高信仰 将道和老子相提并论 宣称 即使一二散为契 聚行为太上老君 唐玄宗天宝七年 公元七四八年 因老子之故策 赠张道鲁为太师 喜宗中和四年 公元八八四年 封为三天福教大法师 小鲁为太阳